電池感應 我們來看這題 有一種手電筒是可以搖一搖 它用電池感應的原理來產生光的 那你在手在移動的時候 手的動能 它會變成電能 再變成光能 所以它並不是直接從動能變成光能 它是間接變成光能 而不是直接 那你的這個磁鐵在上面晃來晃去的時候 因為一直有磁場變化 所以它會產生感應電流 所以B沒有錯 那C 這個磁場變化 你的磁鐵一直丟來丟去丟來丟去的時候 這個中間過程它產生的不是直流電 而是交流電 那諸選項 諸選項 題目講說過程當中 它是電流產生磁場對不對 錯 它是因為有磁場變化產生電流 你往上的時候磁場 磁場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是有磁場變化才能產生感應電流 有這個觀念 這一題我們就可以輕鬆地分